说政治 说门道 董志森为您说出新闻的真心话 欢迎收听小董真心话 小董真心话 今天大家看到了 行政院派副院长出来开记者会 表示我们的 红包不花了 因为你们都在骂 其实前面讲的是真是假 是真的只是那时候没有要把它定案 他现在说从来没有要花红包 我告诉你整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 过程就是1月1号 蔡英文那时候声望很低 因为从一一二四选举输了 内阁要总值 然后去年12月28号 赖清德很明确的 开联中检讨 我今年做了三件大事 然后我要走人 很明白的拒绝他 我就是不要再当行政院长 蔡英文那时候孤立无言 言诞就接级讲话了 可是刚好有人去抗议 这些人叫税改联盟 他认为 台湾这几年 税都超收 应该发还给人民 他们有要请我去演讲 我没有去 税改联盟 那 蔡英文就顺势说 我们就把这个来花红包 所以 那是临时讲出来的 各位 那时候是延旦的假期 大家都很清楚 延旦假期到今天8号 今天台湾的大事 就管中敏上任 前天 5号6号 假日 那从延旦到这里 你看整个决策过程 以上半日来讲 只有4天啊 所有财经官员 都没有这个准备 完全不知道 蔡英文在延旦讲了以后 大家才赶快说 啊 总统这样讲了 我们赶快来弄 弄了以后就提出了 月薪 如果是3万块 每个人花1万块 结果当然有很多批评 又赶快提出了 一个东西 是中低收入负责 我们就给予补助 发现金 也是发现金 因为发现金 大家才有感嘛 那今天 媒体又写了 要发现金 要给中低收入责 中低收入责 因为政府本来就有 累一个账策嘛 有累策 每个月发给你 给你什么补助嘛 对不对 所以用中低收入负 可能就比较没有争议 可是你没办法 让这些钱产生效益啊 他如果是中低收入负 你政府给他钱 他就存起来啊 他不会去花 不会去促成 内息经济的成长 所以这个钱就 丢到那些人的户头里面而已 有什么帮助 没有 那这个就叫做买票 这个就叫做买票啊 所以他今天又出来开记者会了 施晋吉 施晋吉以前在我 在我楼下上班 我在news酒吧 我们这边是26楼 他在我们楼下 叫贵买中心 贵买中心董事长 那 这个人哦 其实你有时候看 看他们啊 这些人啊 有时候讲这些事情 他们现在是被人家骂成这样 赶快出来 带着财政部长 带着发言人古拉斯 财政部长苏俊龙 就说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今天政府哦 一直在放假的消息 发现不对以后 就赶快马上出来做修正 说没有没有要花钱 那到底要干嘛 到底干嘛 各位朋友你要看到了 我们现在国内所有的情况 从1124选完以后 你看很多情况不太明朗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蔡英文在保卫的作战 保持自己位置的作战 所以你如果用小董这个看法 这个观点来解释的话 很多事情你就很明朗了 124选完以后 台湾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管中铭解禁了 对不对 管中铭为什么解禁 因为卡太久了 卡到大家都看不起政府了 对不对 所以叶建龙替蔡英文做牺牲 我来把他解套 然后我辞职 有没有看到 然后看到什么 吴英宁下台了 吴英宁以前 蔡英文说我们前党要挺他 他不太懂政治 结果一选书 他就下台 现在回家再写书 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骂 这高级实习生 年薪250万 那这个对蔡英文是不是有影响 是 所以选后以后 这个要清除障碍 蔡英文还想拉着赖清德 因为他怕赖清德跟他选 你只要干我的行政院长 你就不会跟我选 因为你是我的部署 你怎么好意思跟长官来选 那他如果辞职的话 就表示说 赖清德有可能来跟他选 对不对 那赖清德现在身份比他高 怎么办呢 所以赖清德 蔡英文所有的每个动作 你跟他看 税稿联盟去抗议 没关系 那我就发钱 你们既然讲发钱 习近平要讲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我就呛你 各位有没有看到 然后川普讲个什么 我就发推特跟你呼应 然后台独大佬骂我 四个人叫我不要再选 死明挺我 我就开始跟台湾的民主前辈致议 我就在发推特 蔡英文现在好辛苦 因为他每天在刷存在感 各位有没有看 他昨天多晚你知道吗 昨天深夜还在发推特 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同温层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效果就达到了 各位有没有看今天那个垃圾报 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是垃圾报 每天装作很清高 这种报纸不值得看 而且现在最近涨价一份卖20块 我那天碰到苹果一个记者 我说你们报社快倒了 你还不走 他我知道 连记者都知道快倒了 为什么看不起他 因为他就是港独 没有原则 他今天头版下面 有810个女性的医生 联名支持蔡英文 很好笑 怎么支持 捍卫民主台湾 支持蔡英文总统 大家签字 马上就有没有捍卫民主台湾 有啊 请问你们在哪里 不要假装说医生啊 女性的医生 支持女性总统 又来这一套了 我有时候看台湾 老实讲 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堆人搞台独 那搞台独 他们就用很多名目 你知道吗 让你不晓得 他们背后其实是 隐藏一个台独 譬如说管中敏 为什么不能上任 因为管中敏不主张台独 他没有反台独 小总是反台独 他不组装台独 他是外省人 是马上九内阁的 所以所有反他的人 你不要讲 他们讲多少道理 今天自由时报社论写一堆 那些东西都是假的 他只有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是台独 他不是 我们为什么挺蔡英文 捍卫民主台湾 我们是台独 蔡英文跟我们是一样 各位 你在台湾很多事情看不懂 你要由小总这个观点 来看最精准 那很多人 明明自己这台独 还隐藏性了 假装说 我不是 我怎么样 譬如说有些导演 作家 歌手 他们就台独 可是他想进进中国大陆 就说 我是中国人 怎么样 那种 那种假的 为了赚钱 什么都可以出卖 所以我为什么反台独 因为台独对台湾不好 对中华民国也不好 那我为什么反台独 因为你们这些人 人格 就会变扭期 我们不会 我们人格是正常的 我们很正常 他们就不正常 管中铭不能上任 你没有交代 你的利益输送 那小总在前面 讲了两三次 管中铭 有人要选他当台大校长 他是候选人 选他的21个临选委员 有个叫蔡明星 蔡明星是 互帮 副董事长 管中铭是 互帮董事 所以 他们就有利益输送 对不对 有没有法律规定 没有规定 你选办法里面 有规定这样 也没有 可是你选上了 我们就要计较了 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小总在节目上 讲了很多次 立法院长叫什么 苏嘉全 苏嘉全是谁选上了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立委 嫌他 国民党 没有嫌他 对不对 立法院总共111席 民党嫌他 民党里面有个立委 叫做苏正清 苏正清是苏嘉全 他哥哥的儿子 亲子子 苏正清 有没有投票给苏嘉全 有 所以苏嘉全当选如校 照你们的逻辑 因为他没有利益违避 子子怎么可以选给亲叔叔呢 各位小总讲了有没有道理 我讲的道理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你说立法院上面没规定 那管中平这个有规定吗 你是选输了以后才来 螺制一些东西 我讲这道理 你懂不懂太简单了 对不对 那总统的表姐 可以不可以干 蒙障委员会的委员长 可以不可以干劳动部的部长 可以不可以 立书送 没有啊 总统不算啊 为什么不算 总统最大的公务员 为什么不算 各位啊 民进党 你们是台独不要来这一套 你如果法律没有规定 他就可以啊 那你 你只好 你心里不无趣 你只好修改下次的临险办法 对不对 在管中平之前 阳明大学的校长叫郭细松 他只是一个副教授 教育部听他解释 哎呀他也曾经干过什么职务 那种职务就等同教授啦 那些理由都是假的 因为他是台独 他跟蔡英文 蔡英文很欣赏他 所以他是副教授 他就可以 他也是林显出来的 林显他的那个人 跟他同公司 一家生技公司 两个人同时干董事 那有没有利益回避 他已经上了那么久啦 你们 现在反对了 自由时报社论 手写这些东西 小董刚刚随便都挤出这么多例子的 蔡英文的表姐 苏正清选票 投苏家前院长 还有郭细松 我随便挤都挤出三件了 那请问你们现在这些 一八百一十个女医 你们台独当然要捍卫 你们的台独副总统 没问题 请问自由时报 你写的 今天有多少人 说管中鸣 怎么样怎么样 那讲给我听啊 为什么你们通通可以 别人通通不可以 我认为 可以不可以 看你那时候有没有规定啊 你如果自己法律没有定桌权 你选办法没有定桌权 你不能选完女后再来说 哎呀不行啊 那怎么样 你要等改的法律 下次才可以再适用啊 全天下都是这个道理啊 你没有改法律 没有改法律 没有改规定 你说讲那些东西都很牵强 你就变成只针对管中鸣 不是吗 各位朋友 小董在讲新闻 我讲的东西都很简单 都是很简单道理 但是我最厉害就是 我随时可以抓一堆东西 而且你去Google Yahoo搜寻都搜寻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是做电台啊 我电台我没办法说 拿出公文 你看到公文 那我讲呢 你就去Google Yahoo搜寻 你只要把关键的字 输进去一讲 小董讲的 我当名嘴 他讲名嘴 我认为是个侮辱 可是已经是一个 名嘴是个侮辱的名字 可是 已经被大家用了嘛 对不对 那被大家用了 我只要讲 我当这样一个名嘴 我最大的 跟人家最大的不同 是我讲的东西 百分之百是真的 我不讲假的 你说你如何证明为真 那请你去Google Yahoo搜寻 请你去搜寻 苏正清是不是 苏家庭的亲侄子 苏家庭他的大哥 叫苏正富 生了小孩 侄子可以投给叔叔吗 侄子可以投给叔叔 他们是亲属 有血缘关系的 都可以了 然后现在说 蔡明星不能投给管中铭 你一定要讲 哎呀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 加起来的选票 那么多时 也不差他那一期 即使没有苏正清投票 苏家庭也会当选 你是不是想这样讲 那即使没有蔡明星投票 管中铭也会当选 管中铭赢那么多票 你讲东西讲不够我的啦 因为太多例证了 例证证明说 台独就是会硬拗 台独就是会形框形框 然后讲你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选输了 选输马航九 就说马航九会卖台 那马航九这八年有卖台吗 观光客更多 台湾 的经济更好 中国大陆 买很多的农产品 买很多遗产 台湾有变卖吗 所以你在台湾 你碰到这些人 我老实讲 你看了就是火大 内心的优围 就是因为他们是台独 我们不是 所以他就不爽 台独的心胸就变这样了 所以蔡英文 每天刷存在感 她现在升广高 她就慢慢高了 她就很爽 我有四个必须 你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 回应习近平 大家讲他 哎呀 捍卫民主台湾 这八百一十个女医生 让我看不起的在哪里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医生 或他们是女人 不是 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马航九时代就这样了 请问你们 有没有捍卫马航九 蔡英文其他三点是什么 我跟她总结 就是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 你必须要重视 马航九 过去 时代台湾人民的自由 民主 有因此没有坚持吗 有因此没有坚持吗 然后蔡英文的第三点 说 必须要和平对待我们 过去没有平等的去对待 和平对待我们吗 过去有那么多谈判 然后蔡英文的第四点 说要正如正如 对正如的对谈 马航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会谈 请问民进党骂他什么 骂他卖台 没有人民同意 你讲的四个必须 过去马航九都在做 都被你们轰成怎么样 蔡英文唯一跟马航九不一样 就是正视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 他加了两个台湾 马航九认为应该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谁最想消灭中华民国 不就是民进党吗 今天还好意思讲 所以这八百一十个女医生 他们是台独 各位可以 上网看看他们的名字 我不是讲台独好或不好 因为我是反对的 他们赞成 在台湾是自由的 你赞成是你家的事 但是不要假装说 我们捍卫民主台湾 马航九实在没有捍卫民主台湾 你告诉我哪一件 我们出卖台湾 哪一件 对台湾没有比较好吗 马航九 跟习近平互称 中国大陆是多我们多大 经济体是多我们多大 我们台湾是小的 不管经济 人口 土地或什么 我们都是小的 马航九跟习近平互称先生 我们有癌劫吗 有不对等吗 马航九有说 习近平 我们 放弃台湾的自由跟民主 我们来跟你统一 有这样吗 完全没有 可是他被你骂卖台 各位 你看到那些媒体信息是假的 马航九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马航九当面跟习近平讲 我们两个人够坐在这边谈 是因为有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什么 马航九 马航九跟习近平讲 这是前场都有的 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对于 他的含义 双方同意用口头 声明各自表述 各位我刚练了有三十五个字 这就是九二共识 马航九当习近平面前是这样 练给他听 背给他听 那这样有卖台吗 双方同意 用口头各自表述 我们表述的是什么 我们是中华民国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有不对等吗 没有 所以你今天看 小董教你看一个方式 你今天看 所有这些人 他其实就是台独的心态在作祟 可是他们又要 假装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李远哲假装他很了不起 他是露贝尔嘛 对不对 然后彭明明 台大教授嘛 高静明 哎呀 长老会的牧师嘛 吴李培 哎呀 美国一家银行的老板嘛 你看 他们在讲的是他地位 可是和他地位都没有关系 810个女性的医生 说我们汉瑞台湾民主 我们挺蔡英文总统 他们给你看了说 哦 医生耶 社会地位好高哦 没有 我就告诉你 不要看罗贝尔 不要看银行家 不要看长老会牧师 或者看财大教授 或者看医生 都不要看 你今天看了 只有一个东西是对的 就是一堆台独 他告诉你了 其实他是想用我的职位 我来压过你 你看我罗贝尔是权威 所以我讲什么都对 他不就是这样吗 李远哲到中国大陆去演讲 主张台湾一定要用和事 和人是最干净的 各位都可以上网哦 可以上网 李远哲 支持和人 你打这三组之鉴哦 这七个字 在中国大陆在下文 你去演讲拿人家多少钱 有没有演讲会 有啊 那时候这陈水扁在当总统 他跑去下文 各位你上网啊 我讲的东西百分之百是真 现在你很反合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这些欢来夫妻 我要听谁的 蔡英文在立法院说 有啊有九二公司啊 就是两岸各自表述 一个中国啊 各位这是我的朋友 陈超平执行他的立法委员 他当场答复的啊 他在立法院 我的朋友朱峰之也问他 蔡英文说我是中国人啊 我读中国书啊 立法院白纸黑字有影片耶 他们今天自己推翻自己 我们要怎么去评论 对不对 人不要脸了 你怎么去评论呢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其实你跟他看 现在从一一二四显软以后 你所有看到这些动作 主要是蔡英文在出手 蔡英文出手要表示什么 表示我就是老大 那我所有这些东西 不管要花红包的 不管换格魁的 不管呛习近平的 所有这些东西哦 就是我在出手 那我为什么是老大 因为我是总统 虽然我不承认中华民国 心理打心理都不承认 我领他的高薪 可是我一定要这样做 这是目前的情况 但是各位朋友 台湾跟我们 关系最大的是什么 经济好不好 经济好不好 相信大家一定 摇摇头 对不对 有比他好吗 蔡英文当总统以后 全台湾最好的是我 因为我通告不断 一堆人找我去主持电视节目 我是不愿意去啊 你看他在吹捧 蔡英文的节目 现在一个一个倒了 吹捧不下去了 里面我都认识啊 蔡英文做得好不好 有险级结果一看就知道 险级 那是最直接的 蔡英文现在声望提高 是网路的声望提高 他就觉得很爽 网路是可以操作的 网路声率声望很高 险级选不赢啊 谁最明显 习新营 民国党的主席习新营 你看网路声望多高啊 大家认为新竹县长 回答莫属啊 结果选出来是谁当显 网路声望最低的 杨文科 杨文科 我现在讲名字 我敢保证 各位 我不是看不起你们 我敢保证95%的人 都没听过他名字 他最近才当显新竹县长 没有人听过他名字 他没有网路声量啊 网路声量高的是谁 是林佳龙耶 选举前一直是林佳龙耶 为什么当显了 是卢秀燕 兜了20万票 赢他20万票 我告诉你 网路是可以操作的 林佳龙找很多年轻人 对不对 这年轻人 新闻处长 卓冠婷就是了 这是他过去在立法院的助理 洪池庸的老公 他其实人也不错 但是我们看 有时候你要去操作 操作网路就带风向 但是 你真正要讲 什么代表民意 你说用民调 民调可能不精准啊 对不对 唯一能够代表民意 百分之百精准的 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选票 选票就是 我老老实行 从我家里跑去投票 投开票所 政府也没有给我钱 也没有人付我钱 我都乖乖去投票 来表达我的政治主张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用这个来表示 什么叫民意 最直接的民意就是投票 不是靠网路声量都高 多少人跟你按赞 也不是靠民调说你都高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现在台湾 最前新的民意是什么 就是 1124的投票 就这样啊 那这个票显示什么 显示要大家认清楚 民进党 唾弃他 这没有意义 所以蔡英文现在努力在挽救 那他挽救 当然本来就应该挽救 有没有救呢 我觉得没有救 因为你如果从选举的结果 为什么韩国瑜在一个胜利的高雄会赢 因为韩国瑜说我要拼经济 所以这一次选举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现在因为习近平讲话 大家在操作政治 这810个女医生也在操作政治 立法院这个不准表决 那个不准表决 人家去申请示线 大法官不接受 不审 你哪一个是民主 民主要以法事为基础 有没有 没有 我们现在是压霸 马上九时代敢这样吗 马上九时代 那8年国民党在立法院都够半数 敢这样吗 马上九提名的沈护雄 在立法院为什么够半数都不会够 沈护雄跟我讲 他在立法院行使 他是被马上九提名监察院副院长 他跟我讲 民党那些人羞辱他 羞辱他 讲话最重的就是邱毅盈 我说你也很生气 他说我也没生气 我找我本来就看清楚这些人 我说要是我一定很生气 他没什么好生气 民进党里面就一堆这种人 他说当年还没有民进党 后民进党刚炒撞的时候 我在美国当医生 我们是奸多少钱 我们是对台湾的民主有多少奋斗 今天这些后辈收割了还要骂你 是啊 这个就好像 整个中华民国保存下来的 是靠多少人的牺牲 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华民国伤害最大的是谁 日本人 抗日嘛 他消灭你 他占领你 他强暴你 他泪斗你 是啊 整个就是这样 整个中国死了三千多万人 台湾现在有多少人 两千三百万 日本人杀的 比整个台湾的人口还多 你说我们得杀他 问题他是侵略者 他闯入你家 要对你老婆动手动脚 对你小孩 我们当然反抗 反抗他武器比我们好 我们死伤比他多 你怎么可以说 他也有受伤 他也有死 那你还是人吗 他是侵略者 他闯入你家 他的武器比你好 各位 我讲的那个就不是人了 不是人的人 我们就不要讨论了 台湾很多不是人的党 民进党跟时代力量 就不是人的党 日本人来侵略了 是谁去抵抗他 最主要是军人 这些军人 国民党的将领 将领就少将以上 我们当过兵人 少将以上官司很大 国民党将领死了两百多个 将领 里面有两个集团军的司令 各位你可以看到他壮类 金长死了大概二十个 司长大概死了大概八十个 各位你知道里面有多少壮类了吗 所以 这样的抗日 这样的金人 为国牺牲性命 然后民进党现在在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 哎呀 陆军官校的校歌 党旗飞舞 非要改不可 不然我就删你预算 他是一个传统啊 陆军官校过去是国民党的党校啊 他是国民党的党校 他是一个传统 你每天唱党旗飞舞 他就会变成国民党的 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嘛 不是啊 他们这些革命金人 他最主要是忠于国家嘛 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他是国民党创的嘛 国民党创的 不代表是国民党的 因为民进党也在执政啊 哪一个政党后的人民 更多的支持 谁就执政啊 但是他当初是创党的啊 这个历史你不能忘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你蔡英文当了国家援手 陆军官校的学生 碰到你这样要敬礼啊 虽然知道你是个台独 因为我不是对你蔡英文敬礼 而我是对中华民国的 三军统帅敬礼 我心里很无奈 我明明知道你是个台独 是这种后色 那我还是要敬礼 这是一个制度嘛 他有没有变成说 我是国民党 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也是民进党的总统 我不要理你 他有没有这样 没有嘛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这些令人滑指的 是要人家改 不改的话 我就删一算 你看了就哈哈大笑 这些人 刘世芳 要跟陈七迈 搞党内出选 然后多少 多少行政不中立的事情 天天被剪辑 小总节目就讲好几次了 好几个区长还跑去 呐喊 警察局的区长都参议 陈家青我就在讲你啦 陈家青 你现在当警队署长 你当高雄市警察局长时候 你可以去挺刘世芳吗 你是事务官呢 我有时候看这些 我就很气 你知道吗 但是 刘世芳最后没有选 因为他选也选不上 后来就说 我退出 你选不上 那时候有多少人要选 陈其迈 刘世芳 管碧玲 赵天玲 林黛化 高雄九个区域的立委 再加上一个部分区的陈其迈 十个人 有五个人要选 结果呢 大家看了嘛 最后陈其迈出现 很多人就好羡慕 陈其迈 在高雄这种深历的选期 提名就代表当选了啦 陈其迈有没有当选 没有啊 陈其迈露显了 陈其迈已经是最强了 可是他露显 为什么 因为人民要经济啊 不要再听你讲那些什么 有的没有的 政治的 九二共事的 一国两制的 根本不想听嘛 你讲那些 吵了多少年 没有用嘛 有谁有改变 小总讲一句老实话 十年之内 台湾不可能独立 也不可能同意 对不对 我讲这 大家百分之百相信嘛 那我们在讲这东西干嘛呢 我们现在眼前就来拼经济好不好 大家都在拼经济耶 你知道现在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事情是什么 不是蔡英文在那边讲东讲西耶 美国派的谈判代表 又去中国大陆了 昨天派去 这个影响我们非常大耶 你自己如果 不这样想的话 那你怎么办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相关话题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天气这两天是冷的 礼拜四礼拜五是好天气 礼拜六又开始不好 小董先大致上把这天气 礼拜几都讲了 所以你知道 这种天气是很 莫测的 跟政治人物 跟蔡英文他们是很像的 现在 自己觉得手上有点钱了 什么叫营仪啊 什么叫税记营仪 各位懂不懂 税记营仪就是 我今天跟我老婆讲 今天的一月一号到年底 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每个月薪水五万块 年总奖金两个月 所以我这个月 我今年我可以赚七十万 对不对 十二个月 等于十四个月嘛 我就可以赚七十万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 刚好今年的端午节前 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大的单子 我们就大家加班 所以老板很高兴了 每个人又花我们三十万 结果我今年就赚了一百万 我跟我老婆讲 哎呀你看 我们今年有赢了三十万 所以我们应该去哈拉了 可是你过去买房子 过去买车子 你到处有贷款啊 你这三十万不要先去还贷款吗 你贷款贷了五百万 你不先说 把这三十万先还了 慢慢还慢慢还 这样你的每隔一角的贷款金 就比较少 对不对 有欠债你一定先把债务变少 因为债务是有利息的嘛 我讲这个概念 用一般家庭的概念 那大家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的债务多少 五兆三千万 隐藏的债务呢 十七兆 政府现在还多出多少钱呢 大概四五百一 洋洋自得到处敲锣打鼓 我要花钱给谁 花钱给谁 这是税啊 你要花的 你要花的是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要给谁 哎呀薪水 三万块每个月以下的 或者你是中低收入户 这个是社会福利 这概念各位懂了吧 公平吗 不公平 啊这个税从哪里来 营业从哪里来 政府不敢告诉你 马航有时代 我们为了鼓励各国来投资 所以我们的营业税 营业税就是你开店 开公司 我的营业税跟你 过去最高 我们政府最高是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五很多外商就不敢进来 啊台湾的税那么高 对不对 哎呀我公司赚一百万 他收二十五万 不要 我要去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比较少 所以马航有时代 就考虑各国 各国发现说 新加坡大家比较喜欢去 后哪里比较喜欢去 后来我们就减了百分之十七 蔡政府上任以后 他上任两年半 第一年当然没办法改 去年就把它改了 就把它改了 2015没办法改 2016年就改了 改了以后 税收就多了 为什么 十七改成二十啊 各位 他最主要的钱是这样来的 最主要啦 当然还有其他的钱 我跟你讲啊 那当然你把它提高 有些人就又不 就又不喜欢来台湾了 对不对 他认为新加坡十七我干嘛到台湾二十 他就会考虑了 各种方式都有啦 各位我讲就是一个情况 你说通通跑了吗 也没有 就有些人会跑啦 你一个政策 总是有些人不满意 有些人觉得无伤嘛 譬如说你花多少钱 和小董没有关系 因为你不会花给我啊 那你扣多少税 不管马政府 蔡政府 或陈水扁政府 我就是被这个模式在缴税的 我也很清楚 谁执政 我的税一样要缴那么多 好处绝对轮不到我 我非常清楚啊 我来台湾 我就知道我要服兵役啊 对不对 你金门人要服兵役啊 你们金门人都加婚 我一辈子没有被加过婚啊 加婚是韩国瑜啊 韩国瑜他老婆叫李加婚啊 只有他有加婚 我们哪有加婚 只有谢龙介 谢龙介的老婆也叫李加婚 只有他们在加婚 我哪有加婚 没有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政府把他的 这些东西要搞混了 税跟福利 搞混了 福利你要有自己的福利政策 政府当然你可以福利 我们要编哪些钱 要透过预算的方式 编哪些钱 我们来支持哪些弱势的人 比如说你家有残障的 对不对 你家收入很低的 这个是福利政策 那你就要有一个福利政策的 法源依据 还有预算 编类 各位我讲这东西就很简单了吧 好 今天台湾最让我生气的新闻 其实不是这些 因为蔡英文这种人 其实大家也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程度 但是今天台湾 最让我生气的新闻 最让我生气的新闻 其实就是 有人骂警察是奴才 警察官判无罪 北投分级 姓潘的姓林的 一男一女两个警察 去处理 一个劳务纠纷 一家餐厅劳务纠纷 结果呢 那个劳工啊 他找一个姓郭的朋友 大骂警察 你们警察是奴才 怎么对我这样讲话 我是主人 你们是公仆 你们就是奴才 警察说 先生你讲话不好 这样不好 怎么样 我就讲你是奴才 后来警察就提出 告诉了 北投分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案子 当然 出来就引起了非议 光明派出手 这两个严警 告到四年 地检署 检察官认为说 这个不够成侮辱啊 各位 你听了会不会愤怒 小董当然 我认为警察职警 现在警察职警很客气 非常客气 因为他自己都被录在集中 他自己身上有个录影机 所以他一定对你很客气 因为他不客气 他自己会被录进去 他也不会讲脏话 骂警察露台 不算污辱 然后警察说 先生你要这样 不对啊 我就骂你露台 你在靠腰什么 哎呀 连靠腰都出来了 靠腰 我可以讲是一句 粗俗的话 还不算污辱 靠腰就说你在 鬼叫什么 对不对 但是还不算污辱 只是很粗俗 很不爽了 但是卢才 绝对是污辱人的 卢才怎么会 不是污辱人 警察官说 因为你们警察是公仆 我们人民是主人 所以他讲你卢才 你听得不爽 他讲得也没错 你家里请了一个用人 你可以不可以 骂他每天是卢才 不可以 用人就是用人 对不对 他姓黄 你可能叫他黄姐 对不对 黄妈妈 你会骂他 叫他卢才吗 卢才你给我过来 帮我倒水 小孩要喂奶了 卢才你赶快去喂 会不会 我告诉你 去告解对陈利 骂人家卢才 怎么不成立呢 检察官 我也查出你的名字了 吴钊莹检察官 我们法界有两个吴钊莹 钊就是赵莹的赵 下面没有那四点 莹呢 莹是下面协议旁的莹 经营剔透的莹 吴钊莹检察官 我们法界有两个吴钊莹 所以我不能骂错 一个男生 他是 他是在当法院 他在当法官 法院的院长 这个吴钊莹是个女生 吴钊莹你是不是 卢才 四年地点鼠是不是 充斥了卢才 没错 我就在骂你们是卢才 我是人民 你们是公仆 你们领人民的薪水 所以你是卢才 各位 你讲这样会通吗 警察以后要怎么去执勤 我请教一下 我不是想说 公权力要多胜账 或怎么样 我不必去强调那个 这个明明就是一个侮辱人的字眼 你检察官可以替他开偷 开偷照说 因为你是公仆 公仆就是卢才 蔡英文是卢才吗 蔡英文是公仆 他领人民的薪水 我即使在讨厌蔡英文 我也不骂他卢才 检察官你是卢才吗 你们那些法官都是卢才吗 你们如果 因为这个案子跟政治没有关系 但是我讲 你要 平心静气 社会情境认为 卢才就是侮辱人 就是有罪 谢谢收听